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杜峰的所谓竞赛 根本还是子虚无有的事情 当时是首阶比赛刚开始没多久 新疆球员周一翔空位投篮位进后 立马选择被走退房 不小心被走过来的杜峰半岛 通过慢镜头可以看出 这完全是一次因为双方都没注意脚下而发生的意外 何来酷一直说 退一万不讲 杜峰若真的因此而遭到竞赛 新疆就一定能赢下总决赛季三忙 并不一定吧 广东实力更强是事实 而且他们的小球打法并不会因为杜峰不在而崩溃 再加上广东强大的助教团队 即使杜峰不在场边 只要广东自己不犯大错 赢球应该问题不大 好了 本期的赛事圈内容就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